我们组装了这差不多 我们现在下午就进 非空的调试了 现在呢我们也飞机也没通电 我们拿了一个我们 新的天地飞机 的一个空 这是我刚从盒子里面拆出来的 也没有通过电 这是 开机 应该是按着这个拆分键拿来进行开机 然后我们的一个机型选择 这机型设置里面有一个固定力 我们选择固定力 从开始生效再按了进去 现在已经是固定力了 现在呢我们 这有一个机型 这个飞机 飞航机一共可以设置十个机型 我们用的是机型一 然后 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日本手 的一个通道 然后这最下面有一个供电供电方案 它是普通我们要设置成锂电供电 好 那我们就 重启 这个重启我们就不用按他就重启了 然后打开我们的菜单栏 最后面有一个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最后面 这有个对码还有就失控啊 怎么知道待会我们就要进进入到这里来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飞机供电 但是呢 我们的电池 现在我们把我们扎带 绑电池的一个扎带 给它 装上 这个一共是配了两根 两根的话 因为 我们 垂直起样啊 垂直起样用到的就是中间和后面这两根 因为这个你可以在装之前 沾这个之前可以给它插进去 但是 这样容易就是起胶 容易扎在上面容易 粘上胶 我习惯的话就是把它粘好了 要调试过程中 要用它的时候 我再给它粘上去 再给它 上上去 这个一定就是要上对 不然你上反的话到时候你是用不了的啊 就是这些 有毛有刺的 这一面朝下 你千万别这样上 你这样上的话就可能就反了 好 电池的后面可以把它这里 然后的话 这里因为这个溃线 溃线这外面这一批这个地方 裸露这些位置 它是同 虽然是同但是它也是导电的 这个外面是负极 如果就是说我没把它固定的话 就万一打到这里的话 还是要进行要要一哈 还是会绑路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 可以把这些 带固定的给它固定了 你可以用绝缘胶布 也可以用这个触伤胶布 这样给它固定 然后里面的话你只要拧紧了的话啊 好 您紧张的我们也可以是直接把这些给它固定死了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里面就是 那根 宿船的那根地 打到我们的电池阵了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有条件的话 有条件家里面有万表的 公司啊 或家里有万表 尽量在通电之前 我们打一下通断 尽量打一下通断 这个能确保就是说你 这里领关子 还有就是机上领关子 是否短路啊 看一下 好 它短路的话万用表它是会叫的 没问题 那我们飞机 因为刚刚也用万 之前也用万用表打过了 是不短路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别 晃动飞机等它启动 启动的时候也不能晃动 刚刚启动了 等它过了自检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晃动它 这个就不存在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 给 天地这个接收机还没对上屏 还是红色 菜单里面最后面最下面有个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最后面有一个对码 转到我们的对码 然后用我们一个小东西按住这个接收机的有一个小按钮 长按 这就对上屏了 这是我们的对上屏 这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也可以操控了 那么飞机把电给它断了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接收机 这不是S-BUS接收机 那我们现在给它需要的是 给接收机供一个电 供一个电 然后我们的 多轴电机的 油门 我这是引到三桶 一三桶我是把它分出来 这上面基本都是一致的 这全是三桶 全都是油门 好 好 现在呢我们给 供应电 现在也是一样的 没有对码 通常的步骤 这个接收机对上码 对码成功 然后我们 把电断了 油门推到高位 然后再给它通电 好 前半步骤的音乐完成 拉下来 好 现在的话基本我们就叫什么可以推一点点油门 看一下它在行长 看电机就是一点点转的时候 是不是一致的 基本上在转的同时 能转的油门的前提下 基本四个电机基本都转了 好 现在我们的 教准电条 这边就成功 那我把这些线全部给它 回复 好 三号 二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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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机的 嗯 电条的信号线 我是给它插回去 现在把接收机也在共享 那我们取的就是接收机的电 那我们再次给它通电 好现在在启动 还没启动声音 启动完成 等它过自检 好自检过了 现在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多轴电机的水平教准 多轴电机水平教准 因为这个 我们拿着电 拿着飞机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把它交 嗯 交平的 那就是因为它是斜的 就是说 这个对多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要进行人为的机械教准 这需要的话要需要一米以上的一个尺子吧 你只要有一个木条 只要它是直的 都可以用 我把电机给它领中 放上我们的这个尺子 然后可以对比就是它这个没有那个缝隙啊 基本就可以了 说明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然后慢慢的给它锁起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 嗯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细 然后你根据就哪边有缝隙啊 给它添上去 说明哪边有缝隙的话 它应该是比较低了 啊 没有缝隙那边它属于高 如果两个都没 两个这条线上面都没有缝隙的话 它就出一个 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好 后面我们就OK 现在我们进行 前面的电机水平教授 这次一样呢 现在罗斯克领中大致给它翻平 大致给它弄平 然后在最后进行我们的一个微调 好 同样的哪边有缝隙的话 基本就哪边水哪边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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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电机的我们就水平调整 就OK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波肚子电机水平调整 没问题 然后多面中位校准 多面中位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连上我们的 宿船 现在我们进行多地 多面中位校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连上我们的宿船 然后宿船插上打开我们的地面帐 COME CO選的 然后的话波特列 宿船是57600 好 连接 我们的一个多面中位校准 这个是要 让它在手不动模式情况下的一个中位校准 就是说即使要没有震稳的情况下 然后它是 后面是在中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电脑上面 给它设置一个手动模式 电脑上面的设置一个手动模式 好 好 这个手动模式 可以给它打开了 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每一个 都记得 中位校给它浇入水平状态 这个状态 现在需要两个螺丝 这个秋头链杆里面 我们剩下的螺丝 防松螺母 螺丝都是需要用的 这个时候没有 比一下 这个时候是长了 需要把它收紧 还是长了 还是高了 这个还是长了 所以还要继续收 很长了 这个阶子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多面 基本上是跟它处于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们就另外一边 现在我们把另外一个 给它上好了 也是 这个变长了 长了 需要把它收拾 比一下 还是长 你不好判断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螺 螺丝给它穿过去 靠一下就知道了 这肯定是长了 不定还翘着了 现在的话继续给它收 再来怼过去看一下 它是有一点点高 应该要收个一圈的样子 嗯 大致是差不多 我估计都还要一个半圈 就好 嗯 嗯 嗯 好 這邊的水位 平行的一個狀態 然後的話我們就進行接下來進導致它的方向度和垂尾部分 方向度和深深降度它的這個多面水平 這個時候呢我就需要兩個人 需要兩個人 一個人就是拿遙控器看 一個人的話是需要動地面上 而進行一個調值 這個時候的話需要把二通的值給它歸到中位 然後四通的值給它歸到中位 然後六通的值給它歸到中位 也就是說深降度和方向度的值都給它歸到中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在通過調中間這個值給它進行調整一個水平 能調整到中位的一個狀態 然後說方向度的話我們現在是可以人為給它調的水平 主要就是說深降度 深降度 因為這個是用了一個轉動的一個轉動軸過來帶動這個鍋面呢 我基本不可能去調動那個轉動軸 只能調通通通過調鍋具的一個輸出值給它改到中位 把這個方向度的話也是用了這個球的輸桿 所以說我們可以機械的人為的給它調到中位的一個狀態 把這個放在到中位中的支撐 把這個東西anı給它 把這個動物放在中位 它是一個站上的 的協助 按下去看一下是不是在就是说在同一个线上 那基本上是出于同一根线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说把垛面这些最大纸的最小纸给它调到一致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方向垛向左边摆出来的度数 要和向右边摆出来的度数是一样的 就是这边这个垛面和这个固定这个面 它的一个角度是必须要一致 它的深圈洞也是一致 这两根拉起来的时候必须在同一个线上 顶下去的时候也是必须在同一个线上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 一个人拿一红去看 一个人动地面站 这个时候呢 他亲我的伙伴完工 一起来给我们 嗯调整一下 我把比如说我把负义的两边纸给它改成一样 负义两边纸的话我调到输出两边各弄为400 一通负义然后我们这个五通也是负义 你刚才改到就是说你两边的垛面必须要一致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的方向垛吧 我们先给他调整一个水平 然后再进行考虑的动态 往上一点点 2通 好 现在6通 6通往上 6通往上 你打一下 好 那基本就属于多面 就属于中度的情况下 现在的话我们就把两边的纸给它夹到一样 这边的话我是需要先加个 这边的话它的中位置是 中位置这边中位置是1487 然后我给它加到 左右两个加350 这边的话我是需要输入1837 然后这边 要输到1137 就是竟然保证两边是一致的 15 这边要需要加个180 这个最小值我需要是给它加1100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多面那边 这边基本上拿起来最大和最小就是在同一个线上 现在我们的多面中位 现在我们的多多面中位基本上就成功 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下多面的手动输入阵法 现在的模式也是手动 也是手动 也是手动 然后呢我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多面输出 向左啊 复一 向右 然后升起来 降 左 右 好 回馈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多面 手动收入阵法 是没问题的 然后进行一个多面 增稳 现在就是一个自揪的一个状态 看到手机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调到我们的 固定性增稳模式 就是fwa fwa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动动它的多面 现在我们调到fwa 我们可以摆动一下 现在多面的飞机的话姿态 它是向左 哎 向右 向右 它是非向右 它的桌面就是需要通过打桌上 让它保证水平 这个回备也是对的 升降也是 像头向下 要把它拉起来 升降的方向也是需要的 回向上要把它顶下去 然后方向座 也是一样的 那方向座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季头网红 这边是顺势 但是要通过坐面然后把它顶过去 希望这些坐面直接都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的 这个一定要看 正稳 这个没看的话 在空中如果出问题了 那是 基本上就是 要出大问题了 这个一点点问题基本都要出问题 那么水平我们待会叫准 罗盘我们待会叫准 空速度计 我们可以 叫准空速度计 气压界空速度计 我们可以看一下空速现在是2点 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值以内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空速度计就是在3以下 就属于一个正常一个状态 现在室内没有 基本上没有空气流动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点教准 基本上它能波动到3以下 那就正常 那基本都是在3以内波动 空速度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遥控器叫准 但是这个参数的话就是里面就是 就属于这个参数 因为我们也是从上一架飞机里面倒出来的遥控器也是一样的 说说那个遥控器的行程应该是参数里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如果不一样的话那肯定就是 是刚刚解锁都解锁不了啊 如果现在还不一样我是解锁是解锁不了的 现在呢就是我解锁他他要能解锁 说明说他的遥控器那个行程是跟 现在飞机遥控器里面的一个行程是跟 飞机里面飞控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 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解锁如果解锁不了 我们需要一个遥控器叫准 现在把所有的多面都波动到最大 几个通道 好 现在我们点击完成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七个通道 七个通道的值 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是保值一致的那就ok 好 好 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完成 好 好 控保持我们在遥控器里面 让心里面菜单栏里面最下面最下面有一个高级设置高级设置最下面 对码在对码上面有四控设置 四控设置我们需要把起托架 紧一 辅助一 然后设为保持 因为这个我们是七通道只有七个通道 就是说负义升降度方向油门 我们不不需要设保持 其他的通道全部设为保持 如果你是天地黑酒的话 你有负义升降油门 这是四个不设保持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要设存保持 就是遥控制遥控器如果失控的情况下 他要保持现在的一个油门状态和一个模式进行一个接着飞行 不然那么到时候你遥控器一失控了 你没办法他直接现在给你模式要给你乱跳动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模式改到我们改成多数定点 然后把遥控器给他关掉 遥控器给他关了 等个十秒钟 基本上如果就十秒钟以内 他没有跳动模式的话 基本上我们失控保持就设置完成 如果就是模式跳动了 可能有失控没设置 还有这一个的话就是 嗯我们这个参数里面 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地方改了呢 这有一个固定保护 固定保护这里面的油门固定保护 我们是没勾的 如果你勾了的话 我遥控器一关 他马上模式就会跳动 啊 如果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有十秒钟了 所以说模式也没有跳动 就是我们失控保持就完成 失控保持就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 嗯电压电流剂校准 哇 嗯 嗯